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现在早上七点半 很早 我刚刚起来了 然后我要给你们看看我今天一整天都做什么 我现在已经在煮房 早餐已经煮好了 在俄罗斯吧俄罗斯我们都在家里吃早餐 然后我的已经做好了 我给你们看看 好吧这是驴茶 然后这是我的早餐 这是面包然后上面起司 然后这是面包 然后料理 然后番茄 然后蛋 这个一模一样 然后这边是老公的早餐 炒蛋加番茄 我现在要 这样老公的早餐也好了 他的三明治也跟我的一模一样 俄罗斯吧俄罗斯没有台湾的那个早餐店 然后有一些餐厅他们卖早餐 但是那边的早餐不便宜 现在已经八点十分 十一分 所以我要去叫老公起来 平常我很早起来大概七点二十分钟就OK了 那老公还在睡觉 他大概八点十一分八点二十分起来 然后他吃早餐的时候感觉还在睡觉 因为有时候他就是这么吃很可爱 所以我去叫他起来 所以我去叫他起来 每天早上我都要晕探衬衫 因为老公每天工作的时候要穿衬衫 这不是工作 这不是他们的公司需要的 这是他需要的 所以我也很喜欢 所以我就开始吧 因为已经是九点 所以早上有一点冷 比如说现在十四度而已 但是白天的时候已经比较暖 所以大概二十二度左右 所以应该OK了吧 我已经在等公车 然后这边可以看看你的公车 多久以后就可以到 说真的今天真的超暖 我已经把那个Scarp拿起来 我已经到了公车 只要到大概八分钟左右就到了很快 所以现在早上八点五十五分 我就开始上班 刚才都说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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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一点 我们到了一个餐厅 吃饭 吃午餐 我给你们看看 这是我的午餐 这是鲜蒜饭 然后鸡肉 然后这是马铃薯加一些青菜 在俄罗斯 平常我们都不是十二点到一点吃午餐 都不一样 有人一点吃午餐 有人两点吃午餐 但是十二点我们觉得太早了 然后早餐大概八点左右 这样 所以我们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小时可以吃饭 所以因为外面天气很好 我们就跟同时一起出去外面吃午餐 现在一个小时已经过了 所以我们就回到办公室 现在已经晚上八点 我才下班了 是真的平常我们不会那么晚的下班 但因为最近很忙 所以就没办法 已经要待到晚上八点 所以现在我不要回家 我要去朋友的家 后来从那边就可以回家 然后老公一定在朋友的家那边 我们刚刚回家了 在朋友那边太吵了 他们有三个孩子 而且还有一个猫 还有一只鸟 那猫一直要吃那个鸟 所以在那边都很吵 我就没办法拍影片 好吧 我们现在要洗澡 然后准备睡觉 请你们跟我留言一下 说你们喜不喜欢这样的影片 就是看我一般的每天的生活 哦 有没有听到 老公吃什么 啊 他不吃 他要弄那个西班级 我以为他吃这些巧克力 嗯 对了 这样的巧克力 我如果去莫斯科的时候 我一定会买这样的巧克力 这个是非常好吃的巧克力 而且只有在莫斯科那个阿山这家店买 所以如果有人看我的影片住在莫斯科 我真的建议你们吃吃看这样的巧克力 好吧 如果你们喜欢这样 诶 你吃什么 没有 没有 OK 他在吃巧克力 好吧 请你们留言一下 说你们喜不喜欢这样的影片 如果你们喜欢这样的影片 请给我一个赞 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们就在下个影片见 拜拜